来看,我希望把它改写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现在的逻辑 执行的话呢,因为是画一帽号 那画一帽号基本上就是 反正你一直执行 执行到什么时候 拆对为止就对了 所以这个画一帽号 其实还蛮万用的 也就是说以后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一直跑就对了 这个部分我还蛮 经常性的会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因为如果说你假设要 在这边加一个叙述 反而我觉得不好去呈现 反而这样画一帽号 底下的话就是可以在一个input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 就是加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其实这样的叙述 我觉得 以那个程式的精简度来看 我觉得其实还蛮ok的 所以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参考 但是呢,如果今天 我们希望可以把那个 程式做一个逻辑上的修改 就是说你不能一直拆 你不能无条件一直拆 你现在呢 应该要把 这个什么呢 就是只能拆三次 三次到了就不能拆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改 这个程式 当然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方法一大概说明一下 因为 这个以回圈的那个 就是使用方式我前面讲过 如果我是画 我回圈的后面是条件 所以它没有次数上的限制 假如说你要有次数上的限制的话 理论上 大部分都会 把它改成用for回圈 只是说你for回圈 该怎么写 前面有讲过 第一个我先把 这个画我一帽号把它注解掉 Ctrl-1 Ctrl-1就是前面加一个紧字号 那我把画我回圈改成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叙述 前面有讲过for i 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 for i in range 那我要让它跑的次数 就是帮我跑 123 123跑完就离开了 所以如果你要123的话 那记得啦 这个清单的话 就是1开始到4停下来 就不会执行到4 就是到3就停下来 所以123就 就离开了 就写成这样 Range 1-4 ok 那后面加个冒号 另外一个写法的话 当然如果理论上 其实很多的那个编号 其实程式里面编号 理论上都是从0开始 只是说因为我们一般人 是习惯从1开始 所以我是把它写成这样 是比较好理解 但如果说你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写成这样 因为有些人习惯从0 就是程式逻辑 从0开始 那如果你从0开始的话 那你只能跑0 1 2 就要提开 所以后面记得 这边改成3 这样子 ok 如果你是 从0开始的话 那就到0 1 2 3就离开了 就不会执行 也一样是3次 所以你写1-4 跟0-3 其实结果都可以 或者甚至如果你要更精简的话 如果你假设你第一个值是0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0逗点是可以省略掉的 也就是你写成3就可以了 ok 这个顺便讲一下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地方 就是有的人习惯精简的话 那会写成这样 你也不要觉得很讶异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因为我 比较针对假设初学者的话 我们就写成这样好了 ok 当然都可以改了 只是说你们大家注意一下 1-0.4 好了 ok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他会跑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就等于是第三次 他就离开了 也不用break ok 那不过的话 这边可能 当然理论上这样子 这次的叙述应该是行得通的 可是这边的话会有一个bug 这个bug的话会出现在最后一次 也就是说他第一次输入 第二次输入 第三次输入之后的话 他理论上他就离开了 他就不会再做判断 所以这个叙述的话 会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是最后一次了 那你应该要在这个 逻辑判断里面再加一个叙述 什么样的叙述呢 如果呢 他这个 猜的话 已经是猜最后一次 而且 没有猜错的话 那你应该跟他讲 假设如果他没有猜对的话 那你应该跟他讲说 答错了 只能猜三次 那最后并且告诉他答案的话 那你应该在这个地方 再增加一个逻辑叙述 那什么样的叙述 我的习惯是加在哪里 再加在这个if的上面 那if的上面 如果你还要再增加一个判断 那必须把这个 原来的lif 把它改成 原来是if 改成lif ok 然后呢在上面加一个if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跟他讲一下说 如果呢 你已经猜了第三次 第三次的叙述怎么叙述 第三次的话 那i等于多少 i等于3 所以等于 记得喔 这边应该两个等于 两边比较 等于3 而且 and 而且没猜对的话 没猜对的话 那应该什么 g 不等于 不等于是 金探号等于 rnd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猜第三次 而且 还没猜对的话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然后面一样加一个冒号 的话 enter ok 做什么呢 我跟他讲一下 printer ok 你答错了 这边的话 我把这个 然后并且把答案告诉使用者 ok 让我们把这个程式 这个地方 加这个print printer 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那最后 并且跟他讲说 答案为rnd 最后一次的话 顺便跟他讲一下 我们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喔 如果假设 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把换回圈加上 改成for回圈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再增加一个逻辑 叙述 如果你拆到第三次了 而且 没有拆对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假设我们跟刚刚一样 10好了 太低了 太低就高一点 那15 两次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太高了 所以我乱拆的好了 比如说拆12好了 ok 那会不会对 我不知道 那如果不对的话呢 他会跳出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并且告诉我答案 因为呢 这两个没有match 所以他一样 输入12之后的话 他会进到里面 ok 那一定i等于2 跟这样 i等于3 然后呢 假如没有猜对 可是如果答对的话 那就恭喜答对 ok 我们把enter一下 刚好恭喜答对 再执行一次 所以喔 因为刚好是12 再执行一次 如果再拆一下10 太高了 太高了 低点 9 怎么都运气这么好 那 随便拆一个太低 太低 我一样拆11 12 12已经最后一次嘛 有吗 这个时候就答错了 因为呢 我输入12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的话呢 那就是 他会跳到这边来 i等于3 第二个的话 因为答案是14 所以呢 我输入的是12 那一定是不等于 这两个都为true 所以呢 他会执行这边 答错了 只能拆3次 答案为什么呢 rnd ok 就是输出这个答案出来 帮我把这个rnd呢 输出到这边来 让我知道说 原来答案是这个 ok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刚刚的file e冒号 无穷回圈 改成只能拆3次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喔 第一个 for回圈 第二的话呢 特别特别注意喔 在原来的逻辑判断里面 再增加一个叙述 ok 就是一个一幅 当然这个也不是唯一的答案 因为我后来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用这样的叙述的话 我还是 我假设我还是希望呢 保留用那个file e冒号 那我这边呢 那就不用说 还要增加这个 这么麻烦的东西 那可是我应该怎么做 当然了 如果你还是希望维持file e冒号的话 那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就是再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也许叫c好了 c的预设值等于0 这个c的话呢 可以拿来 当成 所谓的 计数器 那计数器的话 可以写在哪里 写在这个file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这一阶里面 那你后面的话 可以吧 就是每跑一次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 c等于 c把它加1 有没有 所以方法2 各位可以想 如果你不用刚刚的方法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假如我不要用file回去 因为file回圈 感觉我不太能够理解 或者说我不太习惯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会不会比较简单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那只是说呢 你必须要增加一个c c等于c加1 每跑完一次 帮我加1 所以呢 他预设值等于0 那如果他拆了一次 c就变1了 那拆了两次 c就等于2 拆了三次 c就等于3了 那你可以在底下 再增加一个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c的值 假如大于等于3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跟他讲说 你这个拆了三次了 所以有点像刚刚那个逻辑叙述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叙述 就是刚刚那一行 就是什么 print什么呢 在这个if的下方 print那个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尾 就是刚刚就是在file回圈的下面 但切记 你必须还要再多一个东西 因为你已经拆三次不能再拆了 那你记得一定要给他一个刹车 brake ok 这样子的话呢 也等同于只能拆三次 ok 那两个方法到底哪一个比较ok 那你们可以自己再评估一下 那这两个写法基本上 都结果的话呢 应该都会是正确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把这个地方 那我这个写完的参考程式 你们可以在云端上面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个单元里面的第21页 ok 那把画面再还给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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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